这张照片 把人都吓到了 他竟然回来了 而且是回到 他等于说这是他的本庙 板桥池汇沟 在选前千物换完就不回来 那现在回来了 公开亮相了 难道真的像刚刚裕峰说的 他没事了吗 没有没有 不能这样看 你不能这样看 这个是在检方有部分的起诉 但我们要关心这个案子 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评检 评检 评东地检署 因为周典论 周典论那个 因为周典论跟他的关系 太直接了 周典论到底在里面 讲了什么东西 周典论他如果说 其实很简单 周典论现在 现在他最多可以压两期 对 四个月 一起四个月 如果压四个月 周典论要是检方 十一秒不放周典论怎么办 周典论真的就能够逃掉吗 对不对 周典论不见得了顶得住 这个事情很难讲 所以这中间的变化 我认为还在 再说从检方 离开检方以后到院方以后 那个是另外一场大战的开始 当然郭才铭一定要 他现在战场太大 到处都是 搞乱七八糟的 所以可是我认为 唯一影响到郭才铭本人的事情 应该是屏东的这个事情 周典论这个厉害关系太密切 然后这个东西太密切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有很多证据嘛 有非常多的证据 当时有勤款等等 我听说还有什么无人机去拍照 勤款群众人数很多 偶要是拍照但是只算人头 他把他当成那个公司的那种生产线 iPhone生产线再请款 搞一大堆证据在那边 那现在周典论要扛 我能够全部扛下来吗 对不对 然后到底用什么东西起诉他 最后周典论一定要判的 因为我压你一定要判你啊 我怎么可能压你也不判你呢 特别你又是议长 对 议长敢压你 就是我的东西是确实的嘛 我敢压你 然后我不会让你随便出来嘛 因为出来之后你要搞我耶 开玩笑 对不对 所以贫中谁的地盘啊 司法谁的管理 对不对 没那么简单 你放心 所以这个东西是郭总现在 郭总现在开始收拾善后 他回来台湾收拾善后 当然收拾善后 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这边处理好 对不对 这后遗症很麻烦嘛 这东一块西一块 东一块西一块 要很有耐性的 这不是花钱解决的哦 这不是说你找个律师团队解决 对 这个要做来行的耶 这个不是要简简单单解决掉 说我交给谁办 没有这回事 要自己很费心费力的 对 把每一个个案的情况抽丝剥茧 他现在还敢回到慈惠宫 还敢公开亮相 他没有问题啊 他没问题 他跟着 因为他跟金钱 他跟金钱一定没有关系 如果金流跟他有关系的话 他不敢回来嘛 所以只要有关系的人 不会回来 对不对 那他可以回来表示他的金流 他跟钱没有关系 对 那现在问题说 这样他不晓得 可是起诉的要件 并不是说你拿钱给他 你有交付这个证据 你的必然就是你有 不是这样子 他说你交所也可以啊 教所也可以啊 你指挥也可以啊 所以这个看我这个 这个被收押被告 我怎么咬你嘛 收押被告一咬你一口 你就变成有了嘛 有了以后就变成扯不完了嘛 所以这个官司怎么打 我觉得后面还要费很多心事 因为这个是重罪 麻烦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大家最受不了的就是 民进党有太多这个双标 太多双标 第一个人讲啊 爱丽莎莎 当然有的非常不妥 可是你不能说 因为你自治科拼 你讲的这个东西 你好像就犯了滔天大罪 中选会副主委 叫出来讲话 而且连着 我觉得那就too much 那已经过了红线 又是内政部警政署的 刑事警察局 又是高检署 你现在要办这件事情 好那办这些我所谓 你同一个标准也没有一件 里长出去 反正都还想把这些里长给生压 结果罗志正 那个录音带 到一个人总统 是真是假 你到现在还想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吗 现在公务员办案 中选会有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他不能轻案重办 输他的权利 他的权利 所以这是看一个政府 进德公门好修行 这些家伙进德公门 专害人 他不是第一次 这个陈朝建 他搞好几次了 这叫做累犯 这叫做累犯 他们专门整人家冤枉 他们就是党同伐异 专门包民进党当打手 那不是第一次 他搞好几次了 所以这种就是 要拿到中央执政权 才有意义 才能够改变国家 那这些土包子 八个立法委员 完全不懂政治的重要 政治的操作 跟国家的运作模式 好 那再来第二个 罗智政这个事情 你认为他这样搞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吗 没有吗 我问你很简单嘛 事出必有因 是谁在搞罗智政 搞罗智政这个人 出现出现没有 难道是叶元智搞的吗 当然不是 叶元智当选立委 跟罗智政 被跟害罗智政毫无关系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 别人害 有人害罗智政 叶元智突然间 就天上飞下来一个 礼物他当选 他怎么当选他都不知道 对 是糊里糊涂的 全国最后一个 宣布当选就是他 所以这个事情 害罗智政的人 还没有出现嘛 还有后续 当然有后续 这个罗智政这个事情 多少人恨他 我问你很简单 你要施贷心得 你对这个事情讨不讨厌 讨厌 我的选举你给我搞这个玩意出来 他跟他有间的时候 赖清德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对 赖清德他的选票目标 最少是六百万起跳 给你们这些家伙 东搞西搞 东搞西搞 赖清德他在我美利岛民调 做四年民调 我告诉你好不好 他维持百分之四十 民进党的民调 民进党干了坏事 民进党的行情好 行情不好 我跟你讲 赖清德 都比民进党的民调要高 对不对 这是四十百万起 这位选举被你们这个家伙 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西一个 他莫名其妙搞得变成 得票率变四十% 他等于他支持度掉了六%七% 这银行的面子跟威信 火都活死了 第一个事情先跟你退出新潮流 被你们这些家伙害死了 什么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这一句话 他跟新潮流 他无往之灾 其实他跟新潮流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密切 你看台南就是很疏远 对 对不对 所以赖清德是关键人物 他心里面有一把尺 选举过程当中谁害他 什么因素把他害成这个德性 罗智任当局都一嘛 那现在为什么有人保护罗智任 目前总统是谁 你不知道我们总统讲过一句话 520之前还是我蔡英文当家嘛 520之后呢 换人喔 换赖总统 我告诉你 倒大媒 会倒大媒吗 当然倒大媒 这不一定搞他嘛 为什么我要搞他嘛 不过把他搞死的时候 明年的二 又来了 二零二六初选又来了 这个案子不把他半死掉 我现在问你很简单 黄国昌 他要选新北对不对 他会不会到选举的时候 把那个罗智任上面拿来放放 会 他可以到处放 怎么样 你怎么样 民进党到时候苏巧会选举 每天要看到罗智任皮肤白不白 黑不黑 那不知道他怎么选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民进党的一个毒瘤嘛 肿瘤 非要把他干掉不可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520以后就会动手 而且我根本就怀疑 所以说停不下来 当每一个案子 保鑫我们讲一个概念 政治上有一种情况 就是A跟B在打 我们搞不清楚 这到底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看不懂 就许新郎教我一句话 谁得利谁动的 最后谁得利 最后得利者 他一定干到底的 不会停的 你放心 所以这个事情 520以后就有后续 好 玉逢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北投大亨 等于说 已经起诉了 对 可是你说这个都有玄机 对 因为这个案子 已经也有底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起诉归起诉 最主要就是陈仲明 他这个部分是蛮清楚的 陈仲明 对 这个温泉 北投温泉大亨 然后呢 他已经起诉了 可是重点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说 到底跟郭台铭 先生有没有关系 你想想看 郭台铭到底能脱身 对 现在来讲的话 郭台铭竟然人在哪里 回来了 回来了 郭台铭回来了 对 回来了 然后呢 回到他的宫庙里面去了 然后呢 笑咪咪的 带着这个神像来安坐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应该是没事了 应该是没事了 如果你 他回到他的板桥 指挥宫 对 回到了他的宫庙去 然后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你之前虽然 因为这连诉书 全台湾那么多案 然后有30多个人被击压 然后陆陆续续 连周典论都进去了 可是他回来了 回来了就表示说呢 不管怎么样 至少 这是新的画面 对 回来了 郭董回来了 对 郭董回来了 在这个选举之前 大家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 没错 选完就出来了 对 在选举之前 大家各方角力 各方势力就问说 到底要不要回来 甚至有传说 会不会在1月13号的 前一天 1月12号的晚上 最后大进场 对 你至少要大家站出来 讲一句话嘛 可是呢 没有人问得到 没有人问得到 连他郭董的办公室 他都直接给大家一句话 给记者一句话说 那个是郭先生的行程 办公室不知道 很多记者就火了 那你们不是郭台铭的办公室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 因为局势未明 混沌不清 因为北投大亨 还没有被起诉 很多人不知道 就说 哎呀那起诉不是更严重 没事的 起诉代表你侦查的部分结束了 难以掌握的部分结束了 你该做的笔录做完了 等一下 你说北投温泉大亨 收购600张连署书 今天有14个人起诉 对 这个反而是跟 郭台铭划清界限了 对 起诉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起诉之后呢 你的案件就到了院方去了 院方你可以去传人 你可以去问一些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呢 院检之间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野 如果你 你警察官这边 你查的是怎样就是怎样 他不会去按外宣告 我不会觉得说 哎 你这个不太对哦 哎 你要不要再去查一下 很少会这个样子 你之间 你是同一个地方法院 对 40地检署 今天起诉的这14个 你40地方法院敢说 哎 不对哦 你要不要再去问一下 哎 以后大家同一栋大楼 以后见到怎么样 所以呢 起诉之后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那不是很严重吗 你看他最后就起诉了 那就表示结束了 笔录都做完了 笔录都做完了 只要起诉的内容 对 起诉所有的文字里面 没有郭台铭 对 那就没事了 对 如果有郭台铭才会有事 所以重点在起诉书 对 你在起诉书里面 你可以好好的去爬书 你可以找很多的法学专家来看说 到底有没有向上来勾计到 如果没有的话 那大概就是没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重点就是选举 然后呢 开票 开票完之后呢 从南部开始一个一个放 开始一个一个起诉 那现在来讲的话 温泉大亨这件事情 算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一开始 40地检署 刚好掉到一个大的 而且到最后 他还有办法把它送进去 那有积压的话 算是比较强的一个 强制处分 那现在来讲的话 起诉 所以郭台铭先生就回来了 那可是不是还有一个 所谓的苏信前里长 跟他所谓的廖信的动作 对 还没有增结吗 好 廖本阳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家程 是郭台铭先生的一个家程 温泉大亨 还有其他他的密友 那些人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看到了起诉书 有咬没咬 我大概就清楚了然了 那廖本阳 如果是属于家程的话 他的法律团队是谁的团队 就是原本这一群朋友的团队 所以呢他大概 这个是可控可击的 所以这部分应该就是还好 所以呢我觉得 郭台铭先生今天来讲的话 在那个慈悲宫 所以他可以去慈悲宫 对 然后他可以去 过关了 对就是 就是过关了 然后不管怎么样 至少选后 政绩也稳定了 那这个东西一个一个的话 其实郭台铭先生的表情 我觉得 是松了一口气